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贵族手术哦 像我这边如果比较凹 法令纹比较严重 其实店的质体在这里 法令纹被往前顶了 法令纹就改善了 这当然是加分 可是什么东西会跟着一起被往前顶呢 对不对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 各位东芬好 我是谢东医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 贵族手术在鼻诊型上的应用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贵族手术呢 其实是俗称 我们更学术的来说呢 我们可以称为鼻基底手术 或者是垫法令纹夹体垫片 那哪里是鼻基底呢 我们可以看到 鼻翼外侧这个地方 就是法令纹这个 骨性的凹陷的地方 就是鼻基底 所以在这里放了一个质体之后呢 把它填补起来 法令纹会改善 而且呢 如果有一些有点嘴巴微凸感 嘴巴比较凸 这个骨性凹比较低的时候 这个弱差感 变个法令纹夹体 它会改善这个弱差感 也会有效的让嘴巴微凸感改善 所以法令纹改善 嘴巴微凸感改善 整体上呢 就会看起来更有贵族感 这也是俗称 贵族手术的原因 当我们谈到贵族手术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更常跟 改善法令纹去连结在一起 可是呢 改善法令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之后再录影片来仔细讨论 我们今天呢 就专门针对贵族手术 跟鼻整型手术 之间的关系来讨论 其实我们在做鼻整型手术 龙鼻手术的时候 很常合并贵族手术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哦 像我这种大饼脸 脸平平的 如果我们想要增加立体感 我们可以考虑做鼻整型 把鼻子挺起来 可是各位有没有觉得 这很像是一个大草原 把鼻子挺起来以后 好像这个小山呢 山顶把它往前延伸 变高的时候 很像是创造一个101 这样子的确是立体感增加 没有错 可是草原上的101 好像还是一点乖乖的 其实我们更期待的立体感呢 是不只山顶变高了 我们也期待山坡跟山脚呢 一起变高 在这种状况呢 山顶变高就是做龙鼻手术 可是山坡山脚要一起变高呢 我们靠的就是鼻肌底手术 可是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贵族手术哦 像我这边如果比较凹 法令纹比较严重 其实垫个直体在这里 法令纹呢 被往前顶了 法令纹就改善了 这当然是加分 可是什么东西会跟着 一起被往前顶呢 就是鼻翼 当我们的鼻翼被往前顶的时候 其实正面上看起来 鼻翼是会变宽的哦 甚至有一些肉鼻孔啊 肉鼻孔是有可能会变得更严重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法令纹甲体 当然有一些有经验的医师会认为 我们利用法令纹甲体的位置的改变啊 或者是保留底下的韧带啊 可以把这个鼻翼变宽的问题 减到最小 可是或多或少 所以基本上 变法令纹甲体 跟鼻翼变宽这个概念 还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到底哪一些人适合做贵族手术呢 我们大概整理出了五种情境 我们来一一讨论 第一种呢就是 我不做龙鼻手术 可是我的鼻翼超窄 那这种人呢其实很适合做法令纹甲体 因为法令纹甲体让法令纹改善以后 鼻翼本身宽一点点 刚刚好很好看 所以很适合做法令纹甲体 第二种情况呢 我不做龙鼻手术 可是我鼻翼本来就很宽 那在做法令纹甲体的时候 虽然法令纹改善了 可是鼻翼会变得更宽哦 整体上可能就不适合做法令纹甲体 这种情况要特别谨慎 第三种状况 我要做龙鼻手术 可是我的鼻翼本身是窄的 那这种状况呢 做完龙鼻手术以后 鼻子变得更挺以后 鼻头跟鼻翼的关系会被拉得更直 所以鼻翼有可能会变得更窄 甚至太窄了 这种状况就非常非常适合 垫法令纹甲体 除了让立体度回来以外 法令纹改善以外 也可以让鼻头跟鼻翼之间的关系 回到一个更协调的感觉 不会变得过窄 这是第三种状况 适合的 第四种状况 我要做龙鼻手术 我鼻翼本身有点点宽 在这种状况呢 做完龙鼻手术以后呢 鼻头变挺了 鼻头跟鼻翼的关系 好不容易从宽宽的样子 拉成好看的样子 这时候适合再垫法令纹甲体吗 这个就要非常小心 至于有可能垫了法令纹甲体之后呢 鼻翼又变得过宽 好不容易努力完的 鼻翼结果又变得不好看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 不一定适合放法令纹甲体 那最后一种状况 我要龙鼻手术 可是我鼻翼本身超宽 那鼻翼本身超宽的情况下 在垫法令纹甲体 鼻翼不是会变得更宽吗 应该不适合吧 其实正好哦 因为我鼻翼本身超宽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要做外切鼻翼了 所以当法令纹甲体垫起来之后呢 正好把这个顶出来这个距离呢 利用外切鼻翼把它修掉 其实反而很适合做法令纹甲体 所以龙鼻手术 鼻翼本来超宽的时候 本来就要做外切缩鼻翼的时候 反而很适合配合法令纹甲体 来做整体的改善 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哦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 可以在局部或者是 梳眠麻醉就睡着的情况下做 口内呢开两小伤口 然后把质体放进去 缝起来就结束了 相对简单 不过材料的部分呢 倒是想跟各位谈谈 它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人工材质 像Gortex啊或二代卡麦拉这些的 另外一大类呢就是液体真皮 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首先人工材质呢 因为它不吸收 所以它挺起来的效果会特别好 那液体真皮呢 它一开始放到人体里面以后 它会部分吸收之后才稳定 所以一开始液体真皮 反而需要放得比较厚一点点 有点像人工材质 一开始我会放5mm 那液体真皮 我一开始会放到7.5mm 让它稍微厚一点点 一开始部分吸收得到稳定之后 两个效果就会类似了 这个是我们的处理方法 可是呢 以长期来看会有一点点差别 差别在哪里 当我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 不管放任何材质 因为伤口刚愈合的时候 愈合组织都会比较紧 所以笑起来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紧紧卡卡的 不过两个礼拜内是真的会有影响 可是大概一个月左右 这种大部分是属于自己的感觉 就是旁边看到 我觉得笑起来已经很自然了 可是自己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点卡卡的 不过没有关系 随着时间继续走 半年之后 这些愈合组织自然软化之后 其实这种感觉就改善了 可是有一些人用人工材质的时候 他比较敏感的话 他还是会觉得 就是半年后 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点紧紧的感觉 那这时候 其实如果是使用液体真皮的话 它会更柔软 所以这种紧紧的感觉 发生的机会 就可以剪到最小 所以这也是 就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使用液体真皮 来做发练维甲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当然最近很流行的液体真皮粉 也是类似的概念 而且它大概最大的好处呢 是不用手术 所以它用注射的方法去做填补 效果也是类似 不过如果今天你要的是效果会更明确的话 它需要有一定的厚度 可能液体真皮粉要多次治疗 或者是用手术可能会相对会比较明确一些 那各位东粉经过上面的解说 有对于贵族手术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吗 其实我们脸要创造这个立体度 我们并不是说 单纯靠龙鼻手术 把这个山顶把它变高就好了 如果可以把山坡跟山脚一起往前延伸 这个立体度或许是我们更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山顶变挺 龙鼻手术 山坡跟山脚把它一起往前变挺的话 就是贵族手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龙鼻手术 很常合并贵族手术的主要原因 那也因为贵族手术顶起来 会让法令文改善 可是也会把鼻翼顶出来变宽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脸型都适合 可能需要您跟您的医师 在针对鼻整形与贵族手术之间 做一些仔细的讨论 会更符合您的期待 那又到了问问题的时间 各位东粉之前有听过贵族手术吗 A 我知道贵族手术就是鼻基底手术 就是垫法令文加底手术 OK 专业 V 我以为贵族手术就是变成像 郭台铭一样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by bwd6 by bwd6